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是日前的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 海上调查是开启了 这次调查是为期45天 而本航次的最大亮点是蛟龙号 首次搭载来自五大洲的八名外籍科学家下潜作业 而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也做出了评论 并且对中国开展科技国际合作的情况做出了介绍 详细内容一起来听一下 近年来中国在深海开展科学调查 并同多国实施联合科考 为全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推动可持续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始终致力于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蛟龙号接受外国科学家参与科考 嫦娥六号搭载国际载荷 探测月球 天宫空间站宣布迎接外国航天员 这些都是中国同世界各国 在科技领域共谋发展 共享成果的生动世界 中国已经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 签署了118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 中国还提出国际科技合作倡议 倡导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理念 致力于同各方共同探索互利共赢的 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模式 科技无国界 中方愿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 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更好的造福全人类 为了讨厌领域共同制造成果 最后终之类的这是YouTube 看历域来 என 这种自由